表辈们,晚上好呀,波兰三七也没有出现好生意的中国好生意,到现在还没彻底量,完全是靠着175男团撑着吧。 而在四位导师中,最吸引人注意力的应该就是李健和宇承庆互对的环节了,这二位完全凭借一几只力把选秀节目变成了脱口秀,抢人的时候,宇承庆为自己拉票还要得色的问李健发,没发现他在拉票,一下没明白什么意思,他闭着脱口,就问了什么意思,宇承庆就自嘲的说没意思。 这个时候要不顺感爬一下简直就不胜李健了,有选手明显更中意周杰伦的时候,李健居然还有勇气问都改编过周杰伦什么歌曲,面对于澄清不理解的发文,李健说自己这叫崩溃聊法,照本山小品里的崩溃聊法,了解一下。 看着哈林准备下手抢人的时候,李健更是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,抢先按下了转身键,还说自己是凭借着年轻曲上的。 当然,不止跟宇承庆在一起,能有向上的感觉,李健和吴秀波就对大叔组合在一块也是下流不断。 李健在跨界歌王为吴秀波包包唱的时候,把爱江山更爱美人和易姐妹编到了一块,主持人问,为什么会把这两首歌放一块? 李健说吴秀波本来只想爱江山更爱美人的,但是他觉得不太体面,就给加了一首歌,实力证明什么叫专坑自己兄弟啊。 听吴秀波拉票的时候,李健也是相当的高级,先是跟现场的观众喊,宣一下,一时间忘了时间还要才表看一下,最后终于用一段让口令忽悠着观众投票了。 除了在综艺节目中好梗,生活中的李健也是端子张口就来,最近一个来自网友投稿的小蜜蜂,就让人觉得很甜啊。 跑开李健在音乐上的才华不说,就是这种一本正经,讲笑话的能力就足够喧粉了。 他老婆自然也毫无意外的成为了广大少女们羡慕的对象,今天网上突然流传着一段李健对着镜头走关脸的画面,可以说非常天赋大家之前对李健的印象了。 据李健的铁本透露,这段视频是李健的太太孟小辈拍摄的,所以她才会毫无顾忌地展现她与平时不一样的形象,而孟小辈的名字也很快登上了热搜吧。 关于李健的老婆孟小辈,江湖上也早有创文,她跟李健一样同是哈尔滨人,同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,但不一样的是人家是博士生啊。 李健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,大学的时候还能给老婆讲述学期,但是渐渐地随着孟小辈学历越来越高,李健甚至连人家的书都看不懂了。 这种学霸级的老婆,是不是让不少小仙女望沉默极了? 而凡看孟小辈的微博就会发现,这两个人的日常真的就是岁月静好的感觉啊,李健的各种情话现手拈来,还有按捉捉互动的微博,也是学霸级别的了。 但是,这些美好的微博大多都停留在李健上,我是歌手之前,随着李健圈会越来越多,试图从孟小辈, 博观察两人生活的粉丝也越来越多,小贝壳的分享也越来越少了,可是在仅有的分享生活的微博中,孟小辈也经常会回复一件粉丝的留言,真的让人很暖心了。 而且很多粉丝甚至被孟小辈圈粉了,看到孟小辈上热搜,书也忍不住想起了前段时间,同样因为老公上了热搜的雷佳音老婆,朱亚文老婆能等男神的老婆们,能够拥有他们那样幽默又帅气的老公,确实很让人羡慕嫉妒。 而且雷佳音、朱亚文,包括周亦为老婆都是娱乐圈的人,对于他们来说,没有借着老公的人气去发展自己的事业,才是比较正确的决定。 但孟小辈毕竟不是娱乐圈的人,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过着自己,喜欢的岁月静好的生活就好。 当然,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属的小表辈们,也能拥有理解和孟小辈,这样让人眼线的爱情和美好生活呀。